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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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来了 勇哥也在家 等我一会我哥哥说点事情 行 我跟你说你听我说 哥我说我说 我现在听不懂 我说你以前你再拿钱回来 现在你不拿不来我只要三千你拿的 我打牌手了人要紧要问我 要担心要换 我不管你遇到什么事 我不想听你今生你拿个公司法庭 今天你就找不到先把这个三千我去 那小姐 那那么小孩打完我说了今天小孩 什么回事 没有你把你把骨子关了你的三千 你拿不出来吗 你以前都要拿回来 现在就拿钱回来了 小姐你什么什么事情 没 没事 那个勇哥我去和勇哥聊会天行吧 你你在家里休息一会 好你在家里休息我和勇哥说一下 没事的你放心吧 怎么回事吗勇哥 我打牌输了 输了三千 我以前我妹妹不是也在外头打工 我说以前那是十五千 美国都要把工 这样子这回还拿三千块钱 家里我的朋友 那些打牌的全部要逼得我要 你要电话打了几次了 担任了今天下午就要拿给你 把拿给你人家拿来打我 我怎么办 意思意思就是你去打牌输了钱 然后欠着别人的钱是吧 你欠别人多少钱 三千 就欠三千块钱是吧 我说了今天下午代言了 今天下午就要拿给你 我给他一个的信 这样这样 我一会我微信转给你好吧 好 反正我们有微信的行吗 谢谢你的兄弟 没事没事没事 你以后你就 谢谢你帮忙 没有没有你那个就不要去为了你的妹妹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找我 好好好 那谢谢你的兄弟 行那你先去买你的我去找你妹妹说点去 小姐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没事吧 我没事 小姐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我都已经和你哥说好了 解决了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 没有我借给他的 借给他的 对 你看他几十岁的人了 还成天游手好闲 就知道问我要钱 他就知道打牌 没事 打牌就是他爱好嘛 以前他的一直爱打牌 而且这钱又不多 没事的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小姐 你说我以前日子好的时候 我经常给家里寄钱 就是几千几千的寄 但是我现在 我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 现在没有办法 他还是这样子逼我 成天就知道问我要钱 没事小姐你也不要难过了 以后他不会这个样子了 我刚刚已经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了 我也让他不要去打牌了 人马这一辈子 总不可能一方空顺 对吧 总会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一些困难的 只要自己振作起来 勇敢的去面对 肯定能够解决的 好吧 你不要去想太多了 好的我没事 我相信你肯定 你这么厉害了对吧 你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是一个女强人对吧 你也不要去想这么多 你要是真的是有什么事情 不好解决 不好处理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的 我肯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 你看小时候 我在跟在你的屁股后面 都是你在保护我对吧 现在我长大了我也可以保护你了对不对 谢谢你啊小姐 没事没事 你不要跟我这么客气了 我会没事的 我会没事的 相信你 然后那个对了 就是我刚刚上来的时候 给你拿了一点月饼 然后放到你的阳台上的 等一会你上去的时候 你和你哥记得拿来吃了 谢谢你啊 那在这里坐会儿 在这里吃饭吧 吃饭就不吃了吧 然后我下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然后我就想着把月饼拿上来 然后给了你我就走的 没想到你和你哥在这里吵架 真的是太不好意思了 没事 你先上去吧 你和你哥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出去了 你和他说一下 然后我就准备准备下去了 我的车就在那边 谢谢你啊小姐 我看你今天挺忙的 你还是注意身体安全啊 没事我这个身体敢不敢 对吧这么年轻 没事的 行你也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了 你回去吧 我也就走了 我没事的 呃小姐我就先走了啊 嗯 好的好的那 那你开车注意安全啊 啊没事没事 没事你回去吧 外面都下雨了 嗯 那我走了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下子变老 还怎么呢